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我自己生了一场大病了之后 我才去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我病得这么严重 大家好 我是王宁 我吃素六年 蔬食让我扎根于土地 透过我手上的这颗古茶籽 让我体会到了大地万物共生的平衡 也从此开启了我个人的生命的奇幻旅程 哈喽 亲爱的 我可能要办我的最后一场的生日会了 那你可以来吗 好 没问题 好 我一定到 那没问题 我一定到 辛苦了 不会 谢谢你来 谢谢 哈喽 亲爱的 祝你祝福 好 陪你走过 好 谢谢 谢谢 嗨 嗨 我每天都听你祈祷 希望我们可以常常这样拥抱 好吗 谢谢你 谢谢 嗨 给你一个美丽的蛋糕 谢谢 希望以后每一年我们都要一起过生日 好 好 谢谢 其实我离来的那段时间就是觉得自己是活不下来了 因为我在癌症比较后期 而且非常的疼痛 那我就想说为了自己的最后一次吧 来去办一场生日会 但是也有一点像是生前告别式的样子了 因为我想把我自己最好的样子 留给我周围的每一位亲朋好友 我的父母是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陪着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有被爱给包围 所以是觉得是很棒的 对 而且多开心才会生体健康 没错 对 没错 要生体健康 每一个人其实是给我很强烈的祝福的能量的 那时候我跟培语讲说 我说培 请问要怎么吃素 然后培语说 你居然吃素了 为什么 她说恭喜你 你的饮食迈向不一样的阶段 真的 真的 所以因为我得癌症了 然后培就傻眼 然后培就说 你放心你会好 我真的为你高兴 因为改变饮食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努力 对 太好了 我也很谢谢你 所以我说她是我的素食妈妈 真的 因为她的祝福 然后教我怎么去吃素 不然其实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吃素 那一刻心情我是很感动的 也很感谢她做出一个这么棒的决定 所以我当下第一个就是把我手边所有的资料 网站 连结 然后赶快通过给她 我的早餐 夏天我就会喝精力汤 就是一些蔬果类的 然后加上坚果 把它打成一杯就可以了 当然最后为了身体上的油脂平衡 我其实会加一些些的油这样子 好的食物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中轴是很稳固的 大家知道 葷食料理的东西 都已经是失去生命的一些食材 那但是我们现在植物性的饮食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吃它们的时候 它们都不是失去生命的状态 那第一个我们有跟它们的生命力是共振 是共存的 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去扎根于大地 吃素这件事情 它让我的身体回到我最本来的 那个原厂设定 之前结的果实 现在大概都慢慢长大了 有看到有看到这样子 有动物其实好事 我是真的非常感恩 因为这片土地真的是太难得了 所以这边生产的苦茶林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是台湾属一属二的了 再也找不到这么棒的地方 其实台湾苦茶油 现在在国际间是世界有名的了 那台湾苦茶油呢 它又称为就是东方的橄榄油 但是呢 小果苦茶油就特别珍贵了 因为小果苦茶油是我们台湾的原生种 像现在是夏天嘛 夏日才刚过 然后七八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过就是这么小 然后呢再过两三个月的时候才会有一点大的样子 那现在呢我们其实现在的工作就是出草 然后维护它 然后不干扰它 它等大自然拉雨水阳光让它慢慢长大 林总这真的长很快 哇才哥没下怎么又长了 好快哦这个 他来这边看苦茶树以外 也会跟我们一起协助我们一起做一些修剪的这个动作 大概愿意戴着手套就跟着我们一起到林子里面去做这些劳动 其实种子啊 它对于我们人来讲 就像是我们人类的就是精卵结合的那一颗的干细胞是一样的 因为呢所有的树啊植物都好 它一定会把它最好的养分留给这颗种子 它一旦落土了之后 它就会开始分化成一颗植物 所以它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刚开始我们认识那个想法老师 也是因为看到它这整个油品的一个坚持 一进着这个园区的时候 最重要的其实是耳朵的这个享受的这个饗宴 所以我会进你 来这边几乎是五感全部打开来的 进入到很沉淀状况下的时候 接下来我就去干嘛 我就去报树 那报树的时候 其实整个人就是在放电了 那在放电的过程当中 神会觉得非常的宁静 踩到彩地的时候 我们脚底下是涌泉穴嘛 所以会感觉到有一股地气 它会一直上来 然后整个人就是一直进化清理一下 就一层一层一层的上来 刚开始以为这是对自己的健康的一个反思 然后后来来到这块土地发现 原来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人跟我们一样 是对土地对大自然的这个关怀是更胜于对自己的健康 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品游课 那我们的油品呢 有分种子油跟果实油 然后也有分金链油跟非金链油 因为那时候生病嘛 我用一些自然的方法 把自己身体去做照顾 我们的身体是一定要油脂的 油脂是我们身上很多 它也是细胞膜的构造 像我们大脑70%以上都是油脂 所以我就想在这件事情的营养上面 还有在食用的方便上面 然后这是我算是我的使命 我好好去推广它 然后分享给更多吃素的人的营养能够均衡 好的萨西油的颜色 它会生成像点酒的颜色一样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给大家品 你们就已经闻得到它的香气 这个屋子就都是这个味道 就好吃的油 好美国感 对 然后它有 你再仔细闻它有一种 甜甜的蜂蜜的香气 好的油它先榨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它不像油 它非常的轻盈 然后跟果汁一样 我做放化疗的时候 就是才没多久 我就发现我整个的 因为我的病灶是在腹部 我整个腹部的皮肤就全部发黑 而且那种黑是从里面黑到外面 我家里面其实有一瓶砂机油 然后那我想说 司马当火马医好了 我就开始拿来就是磨我的腹部 就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后 就让它开始拖一些穴穴 然后那穴穴拖下来之后 逐渐地它居然慢慢地 白回来的时候 所以我就试着就是去喝它 就后来发现真的对我身体 就是帮助非常大 所以我才开始一头 踏入了巡游的旅程 所以从我认识油品的时候 我就把这种各种不同的油品 我就把它拿来当成 维生素的补充 还有就是譬如说免疫力的补充 这些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油品 它是做得到的 其实以前在用油这一块 我自己的限制就是 也不就是在炒菜烹饪的时候 在用这些油 可是今天上完毛毛的品油课 我觉得油这个东西它可以很优雅 甚至是跟精油一样的一种体验的方式 包括它的香气 它的质地 它的颜色 就是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会觉得油真的是好有个性 每个个性都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有一阵子大家说 椰子油真的好流行 可是现在有很多替代物了 我们没有说很建议就是要大量的吃 当然做蛋糕是OK的 可是如果是大量的 我们就是 不是椰子油拿来什么炒菜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教大家 用我们的鼻子 用我们的味蕾 就可以去辨别了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 王小毛 其实你一直活得很匆忙 然后一直不知道人生为什么而活着 那这一次的生病呢 让我们无论是内在或是外在 都深深的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启发 所以生病并不代表生命的终结 而是自我反省的开始 所以我很棒 但虽然病好了 也不要忘记 时时刻刻 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内在 跟自己 跟大自然 好好的相处 跟对话 我